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5号的大花莲敌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花莲县政府在14号下午在花岗国中办理了110年 花莲县智慧农业教育现场成果联合发表会 而这一年度呢 县政府也规划了花岗国中 东族国小以及花莲县水产培育所三处智慧农业教育场域 来为花莲学子提供AIOT人工智慧科技农业的优良学习空间 也为花莲农产业的发展奠定科技经营的基础 花莲县政府农业初表示 花莲县好山好水好空气是全国发展有机农业最佳的地区 透过智慧农业提升有机栽培的生产效率 同时建立追溯系统 让优质的花莲有机农产品能行销这个地 如果能用图像的方法把这些数据转成图面 你就知道哪一区已经变黄线 哪一区变红线 它的内区范围下有多少的保存户 保存户可以直接做AI的联动 你就可以通知它 那这个就是一个现在数位化城市要去进步的事情 那未来我们大概也会朝这个方向去建置自己的平台 来跟不管是从梁鼠来跟水宝局 或者是跟改良厂这里合作 因为只有慢慢把这样的基础平台建起来 大家才有办法很快的透过一些数位比较科学的方法来做管理 那大致上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一些方向 科技农业与教育的融合是向下扎根培育的重要规划 互联先政府和清华大学奠基资讯学院 黄能副院长团队来合作 在三处地点分别导入智慧养殖智慧温室 以及有机稻米印加果智慧农场的AIOT 人工智慧科技农业 将智能农场示范基地建置在校园内 让学生可以亲自参与与作物种植 并透过AIOT人工智慧物联网的科技来观察作物成长的过程 学习物联网人工智慧影像辨识自动化浇水等等的科技新知 现在不管是农业或养殖都是缺工 而且就是说人力成本是相对的高 所以说以水别所来讲 我们建置这个智慧养殖的系统 其实刚刚有提到大概就三块 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自动喂食 因为饲料的喂食是一个几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只是我们对饲料的这个喂食的量 还有喂食的时间点 常常比较掌握的不清楚 以前都靠人工 所以我们现在透过自动化 我可以去在任何时间喂一个适当的量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养殖 这个水中的含氧量就很重要 含氧量如果不够这个鱼 等于说水产本身也会长得不好 那过去如果要靠人工去打水 或者说这个都是第一个时间 效率上会比较没有这么好 那现在透过也是全自动化 那再来就是说那水里面 这个鱼里面的这个鱼本身 比如说数量 健康的情况 或者在喂食的时候肌饿的状况 这个透过影像分析 可以掌握得更精准 那把这个三个都集合起来 它就是非常有智慧化的 比如说喂食 喂多少食 透过影像分析 如果说鱼肚子还很饿 我就多喂一点 它已经饱了 我就不要喂太多 那我们也有水质的这些感应器 所以我知道说这个水 含氧量已经不够了 我就要打气 让那个鱼有一些氧气 可以呼吸 所以等于说把这些通通 结合起来以后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了 那再来主要在导入 就是养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 让这个系统就更有智慧化 县长许正伟也曾表示 智慧农业扎根教育的工作 会持续来推动 逐步将智慧农业科技 于5G网络导入花莲县的学校 有机农场以及养殖场畜牧场 期望借由智慧农业的教育 让AIOT广泛应用在农业上 进而带动花莲农产业的升级 增加农友的收益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